大家好 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一 由於騙徒仍是繼續起到行騙 甚至這個嚴正聲明還要繼續起到 第一件事 我本人是不會開設任何的 Facebook Twitter Telegram WhatsApp 之類的群組 如果有的話 你就找到這個應該肯定是騙徒的行徑 你遇到這個情況之中就請打183.2 好了 我們今天看看這個星市方面是比較平穩的 我們看到上升的板塊裡面有銀行 有保險 有地產 所以這些基本上是實在很多了 而下跌的板塊方面 雖然有汽車 不過只是一範比較重看一點 其他的就變成了 市的升跌方面比較波動一點 而是可以有機會起下午 始終趨向好的 也在過了一個啊 就是到 5uld的 第4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